用手工製作榻榻米 在日本当地几乎已经是失传了 但是在台湾有一家挥发蝶席号 它依旧是维持着手工缝制的传统技术 店里面这位全台湾最年轻的榻榻米师傅 专文琪 他从国中就开始学手缝榻榻米 但是对他来说最难的就是切草席的刀工 因为光是帮老师傅磨刀 他就练了三个月以上 现在也是台湾仅剩个位数的 手工榻榻米师傅 大刀划下看似豪迈的动作 其实得小心翼翼 掉在地上的可是一根根的稻草 原来这就是号称 比日本还要厉害的冠军榻米 抓一个90度的尺寸出来 第二开始切 要把它抓直脚的时候 我们打法一定要很准确 要直线 不能有误差 他就是手工榻榻米第二代船员 庄文琪 国中开始就跟着爸爸学 摸榻榻米已经摸了超过30年 也是目前全台湾最年轻的 手工榻榻米师傅 就连日本人都跨海向他取经 没想到开始简单的动作 外行人坐起来竟比登天还要难 不过对庄师傅来说 还有一项功夫比刀法更不容易 盯着手里的钢刀丝毫不能大意 因为一不小心刀就会磨坏 我们会用手去试看看 用手哦 用大拇指去试看看 觉得刀锋有没有锋利 然后一摸感觉 刺平感觉啦 感觉这样可以就OK 刀锋很锋利 对啊 这可以媲美手术刀 光磨刀就要练上三个月 因为刀够力 榻榻米才会切得漂亮 切好的榻榻米 再铺上一层细致的草席 就可以准备梳妆打扮咯 店里老师傅用布边针 固定彩色裙边 在一针一线穿过厚度 至少有五公分的草垫 动作比二十岁的小伙子 还要流利 保护我们的手掌 不然你用太大力的话 就会穿透过去 超出的手缝针 直径就有0.3公分 常常会刺穿手掌 全靠手垫来保护 不过台湾用手工缝制榻榻米的老师傅 包括庄老板在内 已经剩不到五个人 取而代之的就是机械画 手工的话它比较 做起来比较漂亮 而且任何尺寸它都可以做 你机械画比较自视化 抹抹头发和脸庞 润滑一下手里的缝针 七十几岁的老师傅 依旧舍不得放下这根针 差不多最慢十年了 十年内的话 可能这种传统机的手工的师傅 几乎都没有了 温泉会馆 豪宅 或者是星级酒店 每轮每换的合适布置 都看得到庄老板坚持的好手艺 但曾经在SARS期间 一度没落长达十年之久 想过要转行吗 之前当然是会有想过 那有别的行列来自行做 然后后来后续就是我们后来 也是说有这个根在 可能就是我们的改变方式 经营的方式 多项经营 还好有太太在背后全力支持 以及对老父亲的一份责任感 庄文琪即使每天汗流浃背 也要一针一线缝着 呵护她最心爱的榻榻米 毕竟这项手艺连日本都已经失传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